大家好 歡迎收看節的天理報告 我是劉力森 本港對今日天理有陽光 不過下午從維港望吹 就看到 就受到一些趙雨和雷暴的影響 從雷達的影像可以看到 高溫觸發了一些趙雨和雷暴的發展 今天影響我們和珠江後一帶 從雨量的分布圖可以看到 今天在九龍和新界部分地區 都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看回事件方面 今日市區的高溫錄得32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 都介乎33、34度都頗熱 從大氛圍的衛星影像見到 華南沿岸地區一帶的雲量今天都不算多 雲和雲之間也有些納缺 令我們今天也看到一些陽光 從天氣圖上見到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在我們附近的風勢都比較微弱 所以高溫也有機會觸發趙雨和雷暴的發展 影響我們 看遠一點在西北太平洋上 其實有一個超強颱風 軒南落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它會移向琉球群島一帶 並且隨後兩三天 移近台灣以東附近的海域並且徘徊 我們預計在周末和下周初的時間 會受到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影響 到時天氣會普遍晴朗 和天氣持續好熱 至於今晚和明天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以為將會大致多雲有幾陣趙雨和雷暴 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和天氣浩熱 氣溫將會介乎28至33度風方面吹微風 展望看回一兩天 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有幾陣趙雨和雷暴 到周末和下周初 趙雨會減少 天氣會乾燥和酷熱 好了這次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晚上 再見